皇后娘娘 家贵妃的话势不中听 但话却在理 令妃之前一直巴着你 坐低拂晓 怎么忽然就 不声不响地 整出这么大一出来 奴婢以为 家贵妃的心思多深 咱们是碰到过有些数的 但令妃的心思 却不知深浅 令妃 令妃 令妃讨好本宫 无疑是想得了皇上的恩宠 如今已经得了皇上的喜爱了 就不必在本宫面前 叙予为疑了 但也不能不对令妃留心 皇后娘娘 小瑞子来了 小瑞子是来往京城 替您和于妃传递消息的 怎么这么晚还跑来 让她进来吧 喳 奴才小瑞子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谢谢皇后娘娘 于妃和淑妃还好吗 回皇后娘娘的话 自从二月里御驾离京后 吴阿哥便害了伤风 断断续续地咳嗽 一直不见好 玉妃娘娘急了 问 能不能拨了姜太医回京照顾 那自然是永其要紧 淑妃呢 淑妃如何 淑妃娘娘也不好 月份大了 手脚水肿 胀得精精亮 还得服用细水的药 还得服用细水的药 不慎才多写 那也是轻视不得的 即可让姜太医回京伺候吧 是 朱尔 朱尔怎么还没睡 今晚闹了这么多事 本宫睡不着 朱尔是担心令妃 皇上或许和前几回一样 宠她几个月又丢在脑后了 令妃那个小剑人 有什么可担心的 本宫担心的是梅嫡妃 您担心她做什么 别看她闷不吭声 知道的事可不少 我们要多留意着些 林侍卫 寻完夜回去喝两床 不了 今夜有些累了 林侍卫 有人 快 把腿捞上 上 事办得很好 皇娘那儿有动静吗 没有 这事就是个意外 齐太一家中也得了赏赐 也对皇上感恩不尽 那就好 朕也不想与皇娘撕破脸 奴婢明白 姜太已经回宫 去照顾吴阿哥和淑妃了 王后啊 她可以留在皇上您身边 伺候您 在朕的身边伺候朕的人 遗数自然得好 但心术也不能坏 江玉兵可用与否 还得细细观察 江玉兵是皇后娘娘提拔上来的 那也得小心 朕的身边啊 可信的人太少了 皇上 人处置了便好 您别多想了 这皇后娘的手啊 也伸得太长了 原本只是以为 她安排些嫔妃 在朕的身边窥探禁言 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没想到 她竟然盯上了 朕身边的御医 看来朕的后宫啊 得好好料理料理 皇上 您是说淑妃他们 淑妃对朕呢 还是有些真心的 朕也并非是草木之心 朕都明白 可其他人 永齐风寒未遇 淑妃又孕中水肿 臣妾已吩咐江玉兵 尽快回京了 江玉兵细心稳重 让他去照应 朕也放心 是 只是齐太医刚刚出事 江玉兵又赶回宫中 皇上身边倒是没有一个 得心顺手的可以照应呢 无事 朕无碍 这太医院啊 也派了那么多人来伺候 只要等到淑妃 还有勇气安稳之后 再叫江玉兵回来伺候也不迟啊 也好 说起齐太医之事 臣妾确实有些刑惊 齐太医 侍奉皇上多年 医术深厚 却一不小心失足落水 允了性命 实在是可惜 这齐武之事啊 朕也是始疗为己 不愿相信 这医者的医术啊 不管再怎么身后 依人容易 但是自己的生老病死 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啊 也是 皇上 还有一事 庆贵人侍奉皇上多年 行为并无差职 应该尽个平位 卫氏无子都已经是妃了 庆贵人却迟迟没有动静 卫氏封妃 只是朕不喜欢 皇上娘当众干涉 朕与你的私事 气恼之下 便尽了她的位分 皇上娘是太后 也应该看顾着嫔妃们 皇上和皇上娘赌气 一 未给皇上娘面子 二 也会伤了母子天和 陆氏封嫔就封嫔吧 不过朕不是为了皇上娘 是可怜沁贵人 在宫中待了多年 也顾及你的心思 还有处境 多谢皇上体恤 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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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